一年一度的宜蘭綠色博覽會 今天在蘇澳的五老坑風景區盛大登場 今年活動是以地球學院作為主題 總共有16個展區 活動內容不只有DIY課程 也延續了去年的實境解謎熱潮 推出新任務 開幕第一天就吸引不少大小朋友 樂手在舞台上奏出動人旋律 白恩者在前方隨著樂聲舞動 學童們穿上粉色跟黃色的舞裙 動作活潑可愛 請翹螺 羅生響起2024宜蘭綠色博覽會正式開跑 今年活動從30號開始 第一天就吸引大朋友帶小朋友到場參觀 這邊好玩嗎 好玩 我們等一下要吃點滑梯 有滑梯喔 真的很棒 今年綠博以地球學院為主題 在蘇澳五老坑風景區設有16個展區 會集各領域關於永續的倡議跟實踐 我們有16個展區 我們兩個遊戲區結合了3G 5G AI人工智慧 那永續的發展 那今年呢希望大家的共襄甚至 瞭解呢生態的保育環境 現場還設有遊戲體驗設施 物理奇幻遊樂場 以及上千場DIY手作跟教學體驗課程 也延續去年大受好評的實境解謎熱潮 推出全新解謎任務 各種豐富活動一路到5月12號 邀請民眾參與從玩樂中學習永續概念 記者張凱婷宜蘭報導 同andra 7月4日 推出全新解讀 在所謂給我